也要来关心 蔡政府宣布开放含莱克多巴胺的美珠进口 引发轩然大波 而国民党副秘书长谢龙介他踢爆 先前访台的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 就是瘦肉精药厂老板 台北市议员尤淑慧进一步解释 说莱克多巴胺是埃兰科制药生产的药物 而埃兰科公司过去是里莱药厂的子公司 但阿扎尔他当了五年里莱公司美国分部的总裁 刘淑慧也反问说阿扎尔为何来到台湾之后 政府就决定火速开放美珠 国民党现在也集中火力猛攻 更号召各县市的议会党团 统一时间开记者会 让质疑声浪遍地开花 护台湾保民主拼未来成新slogan 国民党中央换新装 主州不再强调重返局阵 而是护台湾 还难得出现台湾字样凸显台湾的本土性 如今碰到相关的美猪美牛议题 当然会强力反省 所谓的时空环境转变又是什么 瘦肉精的毒性改变了吗 质疑进口美猪却没经过任何审查 来引批民进党是双标党 集中火力猛攻 党主席江启臣率先换脸书投贴 虽然未破表 国民党还盘点绿营政治人物 那些年坚持反对的瘦肉精 做成梗图提醒他们别着视经费 被点名到的赶紧跳出来 我们的立场没有改变 坚持健康风险评估 我相信我们没有任何退缩 日本新加坡韩国都已经开放 希望国民党本于科学 误操纵民粹 来引尿地方包围中央 首先由各县市议会党团开炮 周一早上同一时间开记者会 要地方把关遍地开花 更点出恐怖巧合 爱兰克制药厂所生产的 而爱兰克制药厂是 里莱大药厂的这个子公司 而阿扎尔部长 2012年到2017年 他又是里莱大药厂的 美国总裁 原来他就是这个 里莱公司的总裁 匪夷首师啊 今天我们的政府 是这样勾结勾串 把有毒的猪肉 让我们下一代吃 韩莱克独巴胺的美猪进口 跟阿扎尔来台有没有关系 在野党抛出之一 就等政府回应 记者最后报道